第二个问题 baby 婴儿 这个灌顶的时候 没有持咒 观想 解手印 会有观象吗 就是 有人抱这个baby来 但是他不会解手印 你叫他解手印 他手这样 手乱动 乱动 有的时候他也会 会突然间解这个 突然间 手他的手乱动 或者握拳 他不能解手印 他也没有持咒 他也没有持咒 他也不会观想 因为是刚出生的baby 刚出生的baby的时候 在十认经刚法里面 把刚都是用水灌顶 用水 因为刚出生的baby 是要用水洗他的身体 然后给他带上官 有七种灌顶 带上官 带官的灌顶 然后 给他在耳朵上 给他 装个室物 或者在他的脖子上 掉个东西 给他 穿个衣服 这个都属于灌顶 这个都是给他装饰 也是灌顶 都属于灌顶 给baby灌顶 有好几种 第一个用水洗 就是把他的身体干净 水灌顶 让他的身体干净 会有灌项吗 那很简单 你就去问baby好了 你问我 我也要去问baby 你有灌项吗 他灌顶了 他有时候做梦 那就是灌顶 他笑了 笑得很开心 你给他灌顶的时候 那个小孩子 当然baby的时候 小孩子当然就知道了 但是婴儿 婴孩的时候 他没有持咒 也没有观想 没有接手印 但是也可以接受灌顶 也可以接受灌顶 但是 有没有观想 你就问他啦 你可以去问他 好朋友 好朋友 Altyazı 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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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